朋友们大家好 遥控器里面的电池没电了 我们把它拆下来 先别急着扔 我们把它塞到这个水管里面 它的使用价值立马翻倍啊 它还有一个隐藏的功能 我们可以用来维修LED灯 非常方便呢 做好了之后比万物表还要好用 怎么样来操作的呢 很简单 我们在这个位置量一下 这两个电池串联它的一个长度 大概从这个位置 我们把水管给它剪开 给它剪断 剪断了之后 我们就把这两件电池 给它塞到这个水管里面 看这个洞塞这个电池 它是刚刚好的 对不对 刚刚好把它给塞紧的 之后我们往下塞 另外一端也是一样的啊 看这个是正极 之后我们让它串联在一起 就是这种效果啊 是不是 我们让它顶在一起 之后把它按紧了 我们这里接一条线 这里接一条线 用电弓胶带给它粘一下呀 这个是电池的正极 我们像这样子拿个胶带 把它粘在这个正极上面 把这个胶带拉紧 给它粘紧了 之后我们像这样子再给它粘一下 这样子我们这个修灯神器 做好了一半 这边是负极 我们找出来这个电线 把这个负极同样的粘在这里呀 直接像这样子把它给压紧 再来给它粘一下 压紧了之后 这个地方 它就是三伏的电压 用来检修LED灯 正极负极 直接把它引出来 快速维修LED灯 看我们直接短接这个灯珠 能够发亮 证明这个灯珠它是好的 如果说我们测量的过程中 发现不亮 就证明这个灯珠已经坏了 看这些都是有反应的 对吧 我们可以一个一个这样子来测量啊 既简单又方便 看到没 这四个同时亮了 可以快速的检测呀 朋友们觉得这个技巧怎么样呢 是不是非常方便呢 坏掉的电池 这样子简单改造 立马使用价值翻倍呀 喜欢动手的朋友可以试一下 一起学习 等一下大家的收看